早上9點鐘 趕快帶您繼續來關注 國會風雲的現場 目前記者人就跟著一起 我們在現在的位置 就在議場裡面 那麼現在進入到9點鐘了 議事原本9點鐘就要開始了 現在為什麼我們在緊盯 這議場兩側的門呢 因為韓國瑜可能隨時 都會從這裡進來 只不過我們看到了 韓國瑜稍走的時候 從後門進入到議場裡面 臉色是相當凝重的 因為這可能是韓國瑜上任 立法院長以來 第一場藍綠白最大的一戰 那麼接下來要怎麼樣來做 調和頂內的角色 而且能不能避免肢體衝突的發生 現在相當的考驗 韓國瑜接下來的動作 不過你可以看到在主席台上 目前說洪夢凱已經坐在上面了 那當然這回是藍白攜手 包括了民眾黨立委林國成 還有民眾黨的立委張錫凱 現在大家都坐在主席台之前 而民進黨立委其實也在台下備戰 但外界更關心的是 待會韓國瑜真的能夠如願地上台舉行議事嗎 因為我們翻開過去國會的歷史 常常到了這一刻之後呢 在野黨的立委又或者是執政黨的立委就會有動作 也因此大家都很緊張 尤其是國民黨跟民眾黨已經守了第三天的議場了 那麼當然他們也很緊張 希望今天能夠有個結果 國會改革案能夠在今天來通過 那麼原定今天下午呢 這一些國民黨立委原本要去太平島 但是現在由於議事的進行 他們可能會往後推時以議事為優先 民進黨呢今天也是祭出了六點假洞應戰 原本呢一度民進黨立委還傳出 他們凌晨三點就要來祭出假擊洞員 不過後來確定的是六點鐘假擊應戰 那麼就在六點四十五的時候 往議場內移動 那麼隨後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那麼就在剛剛第二成功去後 黃國昌甚至還跟柯建民呢 兩個人呢有發生咆哮的情形 而我們現在帶您看到的是在主席台的情形 國民黨的立委現在呢還在沙盤推演 待會到底該怎麼做 那麼預計現在在背後的主席的休息室 是不是找來了民進黨團總教 以及國民黨團總教 甚至是民眾黨團總教三黨雷協商 現在人是個未知數 只不過可以看到這三個人 目前都沒有出現在議場內 也引發了許多聯想 就在剛剛呢國民黨團總教 傅昆琦還一度有現身 不過隨後呢就到了議場禍門去 也因此呢現在各界都在看 是不是韓國瑜正在發揮他的院長功能 正在了解 是不是能夠有機會避免衝突的發生 只不過我們帶您來看到呢 除了國民黨立委都在台上之外呢 現在呢包括了民進黨立委也在台下擂備戰 那麼可以看到呢我們的鏡頭呢 除了這個主席台上已經佔滿人之外 其實今天他們的裝備真的很多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這個陳玉珍喔 他是一個以學姐的姿態 帶來很多的單車裝備 包括了徐曉星剛剛還帶起了直笛在現場來吹奏 那麼他說呢他今天也是帶了他的酷樂米包包 為的就是要來迎戰著他的上任之後 第一次的大戰 那麼包括我們可以看到呢其實透過我們畫面 今天早上七點的這一場推擠真的是相當的嚴重 你可以看到呢其實藍綠白他們三個可以說是推擠成一團 尤其在六點四十五分民進黨立委進場之後 可以看到呢這台南立委陳婷妃呢一馬當先 那麼衝到前面去 但是對於國民黨跟民眾黨而言就相當不開心了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在這邊等了第三天了 民進黨立委一來就想要插隊 也因此呢就國民黨立委是喊起了口號 希望逼退他們往後撤退 但是當然他們就不樂見了 甚至還發生了這謝龍介以及這鍾嘉賓兩個人的肢體衝突 一度呢還是鎖喉他 那麼現場呢其實這個對於徐曉星而言第一站就面臨到這樣的情形 原本呢大家都以為他會發揮戰力 沒想到真的是人太擠了 很多立委都被擠得喘不過氣 包括了這個比較高挑的原住民立委黃仁 當下也被推擠到有一點臉發紅 很多人都擔心身體狀況是不是還好 所以不曉得國民黨立委進到了議場裡面之後趕快做修行 因為就擔心等一下第二站的時候沒有體力 甚至呢是身體狀況不允許來應付 也因此他們就趕緊吃了早餐 那麼現在其實可以看到早上的這一波衝突也讓很多人掛彩 那麼現在就連民進黨立委王美惠都指控 警察似乎是擋在了一場門口不願意讓他進來 他說呢他覺得這樣子真的很不公平 畫面可以看到呢其實駐衛警喔 在第一時間真的是很無奈 因為他們也被他推擠 所以只能把手扶在門上 不過最後也有人拍到立院的駐衛警 反而帽子被拿下來被立委們來打臉 那麼駐衛警也相當的無奈 其實呢包括了立法院的總務處長 今天從六點鐘不到就一直在立法院的院區附近來巡邏 就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狀況會傷及到了立委 那保六總隊是強調了他們今天是沒有加派人手 但是在立法院能調度的警力 他們都盡量來調度了 那麼即使你可以看到在畫面上呢 藍白這一次在第一站聯手的時候 他們是立保讓民眾黨團的總召 黃國昌能夠進去第一案 最後也由黃國昌跟國民黨立委萬美林 兩個人順利進去第一案 那麼可以看到呢 現在在主席臺的部分呢 則是洪文凱剛剛接了一通電話 那麼到現在已經九點零六分了 韓國瑜始終還沒有進到立法院的議場來 所以外界就好奇了 現在是不是三黨正在這議場的後方來做協調 因為畢竟這黨團裡面有主戰派 理所當然也有主合派 那麼是不是要真的一戰 現在外界都在看 那麼國民黨立委是強調他們是備戰不求戰 但是民進黨立委他們認為 他們也是備戰不求戰 只不過希望國民黨不要有太多的動作 那麼會不會像剛剛早上七點鐘爆發這麼大的衝突 稍待一會國會現場有最新的消息 我們馬上帶您回來瞭解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